大家好,我是李守红 咱们这节课接着讲D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上节课讲到了EUI表格的形式查询 我的任务,也就是我的任务列表 咱们这节课讲一个从页面上发起流程 咱们以前发起一个流程 总是在一个加入代码中去模拟一个发起流程 真正的在页面上发起流程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其实也差不了很多 咱们这里就是大概给大家也演示一下 咱们就用这个DBPM10这个项目 不新建项目了 然后咱们做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跟咱普通的去提交一个 界面去提交一个申请 就是以前的GISP界面其实是一样的 咱们看一下 咱们就叫start 就没有了这些东西了 咱们看一下 这里边 table里边 咱们首先有个form标签 表单 咱们提交数据都是通过表单去完成的 form有个accent 咱们accent这块不用 咱们用gquery的方式去提交 咱们这块就用method 咱们选择post的方式去提交 咱们选择post的方法提交 post的方法 form需要咱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ID 咱们就叫做myform FORM 然后呢 table table里边咱们去套这个input trtr tr 里边td 咱们就用trtt去布局 这就是咱们的推报 咱们名称 咱们就叫做 咱们就以请假为类 咱们叫做请假人 这块肯定是个input标签 填写请假人的信息 请假人 请假 咱们就有个 咱们叫做name 然后type 它是等于text 然后这个就写完了 然后这块 再去写一个 请假天数 咱们叫做day 然后这个页面 就简单 就做完了 然后最后咱们给它一个提交这个input 提交的时候 type button value 咱们就等于是等于一个提交 它提交的时候 咱们让它去复发一个unclank事件 咱们就叫做ok 然后咱们这块定一个ok方法 定一个js提交这个方法 咱们提交 有很多方式提交一个表单 咱们这块用到的就是咱们想用一个eui的一个form形式的提交 咱们把它就网上查一下 这种方式非常方便 而且 而且还可以做一些验证 我们提交 咱随便去找一个 找一下eui的官网吧 窗口 表单 表单的提交方式 使用使用eux提交 和用普通方式提交 有两种 咱们就使用普通方式 eux咱们以后也会给大家讲 把它复制过来 这块 这就是把这个表单叫 提交了 id就是咱们这个id 然后form的submit的url 咱们等会后台系好了 咱们给它定一个url 这块就是一个验证的 这块咱们现在不做验证 将来给大家讲一下eui的验证 这块是返回一个数据 去返回后台这个数据 咱们后 返回的 咱们也判断一下后台这个数据 如果 返回的data 等于OK 咱们就让它提示一个叫操作成功 然后 否则咱们提示一个操作失败 eui也有一个提示框 咱们看看 它也有个提示框 这是标题 外边 外边叫 外边是提示具体内容 操作成功 否则咱们就提示操作失败 然后这块给它操作失败的时候 咱们会给它一个 一二二参数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失败的一个图标 在整个前端 然后就写好了 咱们后端 然后的一个提示 提交到哪了 咱们还是提交到 咱们新建一个提交到的方法 咱们叫它Gray的咱们还复制一个方法 咱们就叫它Gray的一个Submit 然后提交之后咱们还获取参数 返回值 咱们只需要返回一个twin类型的提示 是否OK OK或者error的一个数据就行 咱们提交过来的时候 然后返回 然后也让它变成 也用这种格式 咱们返回的时候 提交过来 咱们已经拿到的一个是name 还有一个是date 两个参数 咱们把这两个参数都拿到 然后就是整个的一个发起流程的一个过程 发起完了以后 咱们叫reout 开始的时候咱们就叫它er 初始变量就er 然后就开始发起变量 发起那个流程 发起流程实例 咱们找一个把这个服务 gpm的服务找到 然后开始发起流程实例 用它 把key 咱们key 后边传递一个map 咱们这个map 咱们为什么从前端提交了 咱们把这个 就是为了把这个 map里边 把这些 前端传过来的 数据 参数 然后放到这个map里边 一并交给gpm 然后这样的话 省批人 咱们以前也说过 省批人就能拿到这个 流程里边的一些提交的参数 map.put 咱们put 咱们name 就是name 对 对 这样的话直接拿到了 返回值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咱们就 OK 不报错的话 等于 succ 那就是OK 咱们前端是判断的OK 就等于OK 然后咱们这块 就返回它 就行 这就是咱们整个的过程 然后 它返回 咱们把这个返回值 打印出来 把流程实力的ID打印出来 整个 这个发起流程 然后咱们写完了 这具体发起哪个流程 咱们从原来那个 KIN 咱们看一下这个界面上有哪些流程 然后咱们就发起那个流程 咱们任务列表这块能查出到底有哪个流程 咱们先把它起来以后 然后再去 发起流程 咱们先打个断点 这个 咱们整个过程 就是模仿咱们现实生活中 去发起流程 整个过程 就是从前端 页面上提交一个表单 然后去 提交了以后 提交到后台 后台把这些参数记录下来 省批人就能拿到这个参数 咱们把这个 STAR也配上去 配到这个 第三个菜单 咱们叫它 发起任务 然后这样咱们看一下 进入这个 页面 叫发起任务 咱们先看一下流程里边 咱们有哪个流程 哪些流程 咱们就是找一个 这样的话就方便多了 你看咱们这些都不用看酷了都 咱们就用 流程的key 咱们用一个叫做 STAR的key 然后 它有了以后 咱们就把它放进来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发起一个流程了 咱点发起流程 然后肯定进入这个发起流程页面 有个请假人 咱们叫做张三 请假天数 咱们叫请假两天 点提交 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提交到后台 提交 操作失败 咱们看一下什么原因 没有提交到后台 不等于OK 不等于OK 其实OK 咱把这个 对一对 咱们让它打印出来 咱们把这个断点去掉吧 然后这块 不用断点了 断点有时候 不是非常好用 咱把这个 这两个参数让它打印出来 其实效果这样也行 看看咱们主要的看一下 后台能不能看到 能获取到这两个参数 其实肯定是能的 以前咱们也讲过这两个参数 然后这样 A用户吧 两天 按操作失败 咱们看一下 返回的参数 这个页面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的发起 这块咱们那个62L还没有写 咱们把62L写上 咱们叫做 看一下叫做什么 Grid 下边的一个Submit 点多 参数写了以后 咱们就应该可以 回去到了 咱们用户 咱们写一个明显一点吧 让天 OK 提示是OK 操作成功 咱们看后台 没有问题 后台这些参数都打印出来了 看一下 获取到的章三 二 就是这两个信名 和天数拿到了 然后发起流程 流程实例 ID也打印出来了 整个就做完了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发起流程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这样 通过这种方式 界面上看到的就是咱们平时填写个清价条 其实和这个完全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样式变了一点 其他地方按钮变了一些 其他的整个逻辑是这种 这种形式的 我点提交 提交过来了以后 这块就把你参数获取到 然后给交 放到Map里边 交给GPPM GPPM就可以把带这个参数 交给一些省批人了 这样的话 省批的时候就能拿到这些参数 这个就是全程的模拟 然后模拟这个正式的环境的 发起流程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这里边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值得学习的一点 就是咱们这个GPPM后台交互的 包括GPPM E6UI SpyMC一种交互方式 就是这种方式 GPPM包顶 把这个Spring 把辞联类型的参数 传到界面 界面上 然后判断这个参数的返回值 然后去相对的 产生相对的提示语 然后还有个提交的方式 咱们用一个 E6UI的一个 form的Submit的一种形式 就这种方式 就是非常方便 咱们就不用咱们去写一些 表带一些格式 这个非常方便 而且返回 获取 包括 后来咱们将来要 可能讲一些验证 东西都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就是咱们提交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提交 一种传递这种参数的方式 放到Map里边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 就是将来咱们下这课要讲的 把这个参数不放到Map里边 其实说白了 放到Map里边 还是不是非常靠谱的 因为它传给了JBPM 一旦JBPM的一个表结构 发生一些变化以后 咱们重复的一些数据 就一无所有了 而且放到Map里边 看起来也不方便 咱们想有时候看一下 酷表结构吧 看看这个这两个参数 到底什么样的也找不着 能找到了也看着意义不是很大 它们就是一个闪 闪烈的一种形式 看起来比较费劲 咱们将来肯定就是一种 就真正业务上 还是需要一张第三方的表 去重放这些数据的 具体这种第三方的表 怎么去和咱们JBPM结成 咱们就是下这课要讲的内容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是讲的这些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